淡水區沙倫里日前發生一起民宅火災 造成成姓家人有四個人罹難 對此淡水區公所和市府都及時伸出援手 協助成家重建家園 除了新北市府致送6萬元的災害慰問金 淡水區長屋中仁也前往探市 並且發送疾難慰問金 另外北新里的里長許春榮 也媒合了里內的善心人士捐助9萬7千元 幫助成家度過難關 在4月19號半夜新北市淡水區沙倫里 一處民宅三樓發生火警 造成成姓一家八口 有四人罹難 另外四個人受傷送醫 目前只有一位出院 對此淡水區公所區長 與新北市政府各局處 協助成姓家族盡數重建家園 除了在火災發生之後 市府送6萬元的災害慰問金之外 淡水區長屋中仁 日前前往探市受災戶 並且代表公所發送疾難慰問金 而另外北新里里長許春榮 更是媒合里內的善心人士 捐助9萬7千元的慰問金 送到受災戶的手上 目前我們公所除了說在第一時間 由我陪同我們劉副市長到馬街醫院 自送同時在現場 製政6萬塊的慰問金 後續針對於這些死亡的市民 我們現在正在協助他們申請 災害救助金一日二十萬 應該是這幾天就會撥款給他們 那有需要淡水的納古塔這邊 他們要進駐的話 我們公所也會協助 我們就是發揮一點 我們的這個里內的愛心 我們就幫他捐助 讓他們再重建家園 能夠早日能夠過著正常的生活 我們里內的捐贈的金錢 總共是9萬7千塊錢 能夠幫家屬能夠再重建家園 區長表示 但全區公所及社會局合作協助受災戶 申請相關程序 將在近日發放每一位罹難者 每人二十萬元的災害補助金 而針對往生者市府殯葬處 也將協助辦理聯合奠祭及殯葬事宜 而另外北新里里長也說 對於淡水發生這樣的重大事件 受災戶的經濟狀況也不算太好 因此將里內的善款捐助到需要的人身上 希望他們可以早日的重建家園 非常感謝上禮拜 我們淡水區公所的區長 及社會文科的課長 也到臨堂來致議 那特別也發贈我們淡水區公所的慰問金 來慰問我們的家屬 那也很感謝我們的劉副市長 代替侯市長在第一時間當晚的時候 就到醫院來關切我們的里民 還有我們的家屬 那也特別感謝我們北新里許里長 這次也帶著北新里里民的愛心 他們的捐款來到里內來幫助我們的里民 那也很感謝我們本里沙倫里有部分的里民 也對於這次的漢市要表達他們的愛心 而對於地方與社會各界的幫助 沙倫里里長也表示感謝 而目前也正在協助家屬 申請相關補助還有重建家園的程序 同時轉達淡水賣春福博愛基金會 及淡水浮游工等團體有意願提供協助的資訊 希望在市府公所及社會大眾的協助之下 受災戶能夠儘速的重建家園 恢復正常生活 記者 許多恩淡水採訪報導 記者 許多恩淡水採訪報導